创架学会新竹艺文中心 最近展出水墨大师吴学让 从大师后代手中借来展览的 三十多幅未曾展出的作品 内容相当多元 横跨传统山水 以及相当具有深度的现代水墨 让观看的民众 能沉浸在这大师级的作品当中 那今年非常高兴 迎来吴学让教授的水墨展 在新竹展览 这次非常特别 我们请到他们家属 选出三十幅从未展出过的水墨作品 来到新竹艺文中心展览 创架协会为了让更多人 欣赏到这么好的一个展览 创架的导览艺工 秉持社区艺术化 艺术社区化的精神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展览 从即日起到6月18号 那欢迎我们市民来免费参观 出生于四川的水墨大师吴学让 是第一代彻千来台的水墨画家之一 一生热爱绘画 曾在多个国家举办各展 吴学让也相当热心指导 来台后自愿教书 近50年来教育无数学生 为台湾培育许多优秀画家 那么我父亲吴学让他最擅长的就是 紫藤他的这个竹 就是梅兰竹菊 这就是他的花卉 最擅长的是他的花鸟 所谓的就是飞鹊 那么还有的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方块图形的 透视的一个现代化 还有就是他所谓的鹅群 鹅群也就是他所表现 他在年轻时候所看到的家乡中的鹅 他说这个王羲之爱鹅 我吴学让更是喜欢鹅的一个表现 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鹅的表现 所以他的几类的分类就传统 还有青绿山水 还有接着就是他的现代化 所表现的所谓的书法画 就是由他的书法变成另外一种结构 而画出来的现代的水墨法 这次的从心所欲其变归我 吴学让水墨展在新竹展览到6月18号 欢迎民众一起感受这风格多元 寓意深远的水墨作品 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之中 凯博新竹陈若宜红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